司書庭在還沒有選舉之前 他先生就是在新竹竹北 跟這個苗栗在做土地的 做土地的 做開發的 做房地產 各位想做這種行業的人 對土地的貸款 土地款 房屋款 貸輸 報資料給淨戶 也不熟悉嗎 有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 要怎麼報它最清楚 可是司書庭在第一次申報財產的時候 是他在選舉的時候 那他說他不知道怎麼申報 所以什麼 他不知道他老公要申報 在選舉的時候 監察院都有開口 監察院一直跟你討論說 來來來 要怎麼報 我跟你說 那你一定知道 為什麼你一定知道 因為你還知道在第一頁下面 要寫你老公跟三個小孩的名字 那幹嘛故意不報呢 而且你還報了十二筆土地 六筆建物 而且土地跟建物那個面積取得價格 都有嘛 給你漏掉了後面的貸款 到後面的保險 漏掉後面的基金 漏掉後面的股票 全部都是零嘛 那你為什麼不報 你為什麼會報前面沒有報後面 你說你不知道有第四月 第五月 抱歉 存款在最後那幾月 你跳過那幾月之後 去填了一個存款 所以你都知道啊 那你為什麼不報 我就說 譬如說 你老公投資這三斤公司嘛 我們正經講的嘛 這三斤嘛 我們為什麼知道他們老公是建商 因為他們本來是要選議員的 本來他貴是他們要選的 國民黨沒有提名嘛 你跟民眾黨選嘛 所以百神啊 拒絲僑中登嘛 你有這三斤公司 有人跟你說 你這三斤公司 你如果沒有申報 聽到這幾個而已 你要做什麼事情 八月二十四 三個禮拜前 快把這個財產 這三斤的投資 換作另外一個人 換作另外一個人 這三斤他都獨資喔 他不是股東喔 這東西他的當數都自己一個而已 就全部移到這裡來 你八月二十四號去弄這件事情 做什麼啦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去選舉了十二筆土地 六筆房屋 然後這三個投資案 你現在當民政處長 之前你把這裡全部都脫手 都送出去 都給人 都贈送給人 你會麻煩 我跟你說 你動作監察院是空的就對了 你要申報財產前 把這些全部移走 然後你是零 你很蠢 我覺得你真的很傻 你傻傻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說你傻傻 這種財產申報 你最好報你很有錢 為什麼 你很有錢 當完這個處長變沒有錢 社會不會質疑你 你說我很窮 沒有房子 沒土地 沒土地 當完處長之後突然變非常有錢 對 當完過了半年 全部的房子都回來了 那你就有事啊 傻傻的 三個... 我之後再不要把老公一起申報 進去不就好了 你現在當處長三個月內要申報 我現在隨便幫你加 你錢也不能把財產都脫掉 尤其是你老公 給那小孩的 快報給監察院說 我有這些財產 然後做完三年之後說 哇 我都沒錢了 因為是政府的 純粹太少 所以我都沒有錢 你不要傻傻的下去拖 如果拖掉趕快再弄回來 趕快弄回來 不是啊 你就是跟 跟政府開玩笑嘛 然後你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申報現在亂砍砍砍砍砍 你說貸款 好了 我們要說貸款 大家來講啊 你那種財產的土地 你種價值土地交房五百八十二萬 你去港台五百五百九十九萬 你也很厲害 你不要再加一下 看我當時買房子的時候 台貨 通常銀行不是只能貸四成啊 六成啊 有可能會超貸這麼多嗎 這裡面還有土地呢 土地是沒辦法貸這麼多的 我們前一波央行 央行為了打房還限縮你的這個貸款 貸款利率對不對 他有十二筆土地 六間房子 這種是央行的貸款 銀行的貸款裡面 這種是要警示婦的 這種不能收太多錢給他 尤其是土地 土地不可能借到八九成的 哪有可能 可他借超過百分之百 所以所以他為什麼不報 有可能很多這種你知道嗎 有可能說他十二筆土地 六筆房產 那為什麼會給他們查出五九九 因為去查建路的 咱說他這個房子去貸款 那這是不是代表關係 也真的是蠻好的 他們就是在做這個行李的 做這個土地 所以他很清楚怎麼申報 很清楚貸款 土地的價值 實價登陸 公告地價 這些彼此的關係 比我們都比較清澈 比我們都比較清澈 還沒寫 就是太清澈 沒辦法寫 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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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澈的出事 整個空白 環境跌倒 第一次都比較不懂 心會痛而已 第一次不懂就把他空白 反正監察院就道德勸說 嘿嘿 補一下補一下 但是你現在是第二次 民政處長上任三個月內 你要申報 你不能亂來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在等你送監察院的資料 看你現在到底有多少 有很多資產不是壞事 我再給你提醒一道 做公務人員 做進行有很多資產是好事 不是壞事 你不要搞錯了 我覺得其實世俗廷現在看起來 他跟高宏安是同一種人 滿口謊言 這一種標案 這一種要做改變的這一種 你當然可以問很多人的意見 就是說你有經驗 你不要經營過這個 不然來討論 看這個要怎麼用 這個要怎麼用 問題是你討論之後 陳嘉明你可以跟大家說的東西 你會整成幾張投影片 整張資料 去跟秘書長說 去跟副市長說 我跟你講我現在有這個想法 如果覺得OK 我們去跟市長報告 這樣順序才會對 就是說有這些 以前一堆怎麼做 台南怎麼做 台北怎麼做 新北怎麼做 好像也不錯 我們是用這一種幾種模式 報告一下 看我們要採取哪一種模式招標 不是啊 你直接說要找一個 帶一個秘書 去找市長 我如果做市長就對了 那個市長要帶一個秘書 來跟我報告那個管理 怎麼都我說你最好不要來 你最好不要來 你來我會出事 你知道嗎 沒有人在帶廠商去報告的 你一定是 自家廠商沒有問題 你就去問問完之後 你就請那個同仁匯整成幾種方案 你也不要特別交代 這個方案是誰舉的 然後讓長官最後來決定要用 用BOT 用ROT 或是整個港條 還是怎樣 這才合理嘛 所以你找了這一種團隊來 然後他現在又跟你 跟你想要揭發你的B案 你的次政委團隊也很奇怪 然後你發現說他怪怪的 就是說這個錢甘民什麼 有找這些廠商怪怪的 怪怪的你要提醒他啊 市長還是副市長 你要把錢甘民叫來 聽說你現在去找的長官位 有人跟我講 找的長官位 你們討論幾桌 聽說你們討論天燈館 變得兒童館的事情 這樣不好 因為政風有跟我提醒 叫我跟你講 這才是正常的邏輯嘛 關鍵是可能政風也不知道 新竹市的政風好像都不知道 就是說如果都不知道 民眾黨的新竹市議員 你怎麼知道 當然是有人給他 好像是收集完一堆黑資料 你敢弄我就弄你 你怎麼會 你是說民眾黨的議員 昨天出來開記者會 一定是上面給的資料嗎 不然議員怎麼會有嘛 那議員在念的時候 都拿個念 你如果是不用拿個念 代表你掌握所有的資訊 所以新竹市政府 包括高雄 還有以前的 什麼副市長 什麼秘書長 你們掌握這些資訊 你要提醒那個局處長 說你不可以這樣危險 危險你這樣做出事 什麼你剛才放的 好 出一天你把我扶 我就跟你扶 好 以後誰跟高雄安合作 以後誰跟高雄安的部署 這個市長發現 你快要踏出那一條犯罪線的時候 市長也不跟你講 就讓你踏過去 然後改天你敢咬我 我就咬你 因為市長本身 就住在阿滿儀的房子裡 這樣子互相都有保障 我也知道你的小辮子 你也知道我的小辮子 同名狀的概念 對對對 這是政府 這是政府 每一個局處長來 被市長邀請來 我們是一個團隊 這是一個政府 不是在商業上 諜對諜 我在這個公司 我要把你逗倒 我發現你有什麼 我都不講 到時候你要弄我的時候 我再去跟董事長告章說 他怎樣 他怎樣 不是啦 這是一個政府 那你要有預警的機制嘛 市長發言說你快快 一定要跟你說 那我可能沒跟你說 最後還要弄你的 這都沒通啊